您好 欢迎收看9月19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简安相公所日前在新王公园举行了 爱心物资关怀发放活动 向南游淑珍亲自到场 制证物资给原民的弱势加户 而原民所同仁呢 更是在现场带领大家一起取唱 竹语歌谣抚慰人心 侯使也进行了相关原住民的福利宣导 让物资发放活动发挥了多元的效益 在耶稣里 原民所工作同仁 整理出一代代物资 一旁还传唱着传统歌谣 这是简安相公所日前在新王公园 所办理的爱心物资关怀发放活动 而这些物资全都是简安相观音聊 集结信众大德的爱心 所捐赠的420份严选民生物资 及8000余金的简安米 谢谢我们中原吉祥月的7月里面 所有的有公庙给我们 寄住简安相满满的爱与关怀 尤其是物资的一个生活物资发放的工作 简安相公所开启的公平公开公正的平台 来对我们的弱势特殊禁育家庭 还有在简安相必须要被关注的这样的家户来做爱跟送温暖 尤其在中秋节的前夕 谢谢我们观音聊 寄住8000多斤的简安米 给我们的弱势关怀加户 所以今天也特别邀请了我们的 这个简安相农会总干事 跟我们把简安好米送给我们的 这个加户 祝他们中秋节快乐 乡长由苏贞率领公所团队 借由即时物资发放 请听每一个弱势加户的困境与需求 也感谢公庙作为极安农产的推售 坚持选用极安米 除了提高农民经济收入外 也打响极安相农特产品的知名度 而相公所也将会持续以分流分项分歧的方式 针对弱势族群进行物资发放作业 记者 许丽琴 极安相报导